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篇评书《姚明传》第十一回 上回书说道 1998年的夏天 姚明头一回到了美国 上了很多地方参加训练营 圣迪亚哥 印第安纳最后在圣特巴巴拉乔丹训练营 建造了迈克尔乔丹的本尊 现在流行说本尊 乔丹一看姚明能投啊 两米二级大个刷刷的进三分 高兴 乐了 说我要给公牛的总经理杰里克劳斯打个电话 让他准备好一份合同 这当然是笑谈了 早着呢 但是也可以说 乔丹的确是有点上市 特别是各方面都嚷嚷动了 通过这些个训练营 姚明充分的曝光 所有美国干篮球了 基本上我都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看见了 从这起呢 很多美国篮球圈里的人 知道有姚明这么一号了 知道姚明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前景 那么谁能够在姚明的发展之路上 从姚明的身上投资 获得利益和回报呢 未来持续四年多之久的姚明争夺战 实际上从1998年姚明到美国 这一串训练营这开始 从这起正式的揭开了序幕 大伙开始引领和争夺姚明 这个咱们慢慢说 你们慢慢听 争夺的很复杂 很激烈 别着急 这一趟美国 练是练的不错 增强了信心 跟美国同龄的孩子一比 姚明觉得我不差 玩也玩的不错 姚明跟着刘伟一块 不是他一人去的 还有刘伟 这核心后背 姚明的发小 哥们到那是摇不离刘 刘不离摇 你有中锋就得有后卫 给中锋传球 俩人一块 全美国这通玩 圣地亚哥 洛杉矶也去了 迪斯尼乐园也去了 跟米老鼠找了相 拉斯维加斯逛 波特兰 Nike的总部 波特兰也是一个很雍美 很清雅这样一座城市 在城市边上有一座玫瑰花园 那说了波特兰开作者的主场玫瑰花园球馆 对 这个球馆就是以波特兰城市边上的玫瑰谷里边 玫瑰花园来命名的玫瑰花园 很漂亮 这桶玩 玩得挺好 到了秋天 回到上海了 九月初 金秋时节 一夏天都在美国过的 98年9月12号 姚明18岁生日 到了18岁 很大的一个生日 成人礼 原来穷的时候 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 不是孩子每次生日 父母都给过 但是18岁的生日 很重要 来了很多客人 到上海 陆海瑞 咱们说了 Nike的中国市场总监 带姚明去美国 斗着一大圈 陆海瑞带着 带着他两个手下 两个年轻人 前文书也讲了 一个夏松 一个沙一丰 沙一丰 姚明的发小 都来了 夏松从北京飞过来 另外给姚明介绍了两个朋友 一位达拉斯小牛的第一号助理教练 叫小尼尔森 老尼尔森的儿子 只剩得气于轩昂 很健谈的一个人 小尼尔森 国际篮球大使 那个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但是之前 小尼尔森在欧洲去了很多地方 特别是立陶宛这些地方 小尼尔森也加入了立陶宛的国家队的教练组 帮助立陶宛国家队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赢得了一枚铜牌 这是一位国际篮球的使者 还有一位朋友 也是小尼尔森的 是一位国际球探 叫托尼罗佐尼 在那一年 98年 小尼尔森刚刚是在选秀大会上 选中了来自德国的前锋 诺维斯基 小尼尔森是最早在NBA 最早开始开拓国际球员市场的 老尼尔森小尼尔森知道在美国之外有广袤的篮球世界 在那儿蕴藏着很多有天赋的少年 上那儿找去 不见得就美国人会打篮球 所以在远东 在遥远的中国古老的东方 得有多少有天赋的孩子 篮球少年 上中国看看 来了中国 被夏松带着 小尼尔森和托尼罗多尼 那么夏松和沙一丰 由陆海瑞率领着 再加上几位其他的朋友 Nike的人 小牛的客人 受邀上尧奖 吃晚饭 上姚明他们家 屋子不大 摆了一张桌子 基本上没什么下脚的地 大伙围着这张方桌 围着坐着 欢聚一堂 姚明的母亲方奉弟 炒这上海菜炒的地呢 大伙是把酒言欢 也喝了点 姚明讲了讲 在美国的校会 小尼尔森 给这个大伙讲讲 在立陶宛发生的事情 托尼讲一讲 今年选了一德国小伙 叫诺维斯基 也是很年轻的 二十上下 将来姚 你也有机会 大伙说了很多 开心的事情 在酒席宴间 合影一张 那时候没有数码相机 都是用胶片 很一般的傻瓜的胶片的相机 姚志远拿着 给大伙拍了一张 大伙都看着 很高兴 别提多高兴 在那张照片上 每个人都是笑竹延开 后来很多人都把这张照片放大了 洗了 每人洗一张都送你 放大了 放大了之后 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或者是压在办公室的玻璃板底 作为人生当中 很难忘的一件事情 陆海瑞说了 说这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因为什么呢 在这张照片上 每个人都是那么高兴 大伙都很痛快 都很美 因为人人仿佛都看见了姚明身上美妙的前景 陆海瑞也看见了 夏松 沙一峰都看见了 小牛瑞的客人也看见了 姚明的父母也知道儿子有能力 走篮球这条路算是走对了 将来应该是有前途 18岁今天成人了 长大了心里边也痛快 大伙都是那么高兴 当然来说 看见姚明身上前景和价值的 并不只有在饭桌上的这些人 有的是 在这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登场 谁呢 这一位叫李耀明 木子李光华闪耀的耀 日月明 姚明一样的名 李耀明是上海东方大鲨鱼俱乐部的副总经理 上海人 中等身材 偏分带卷 戴着一副金丝的眼镜 显得是分外精明 四十多岁 五十不到 一个中年男人 书中代言李耀明 不容易 从一开始 工人出身 干具体工作 干什么都不知道 是个工人 后来进了电视台了 干摄像 负责拍 就负责拍 后来干的记者 干的制片 一步一步 干的电视台的领导 1996年上海东方南栏成立之后 李耀明被东方电视台派到了俱乐部 任常务副总 什么叫常务副总 日常事务副总 虽然是副总 上面还有总 但是总是东方电视台的领导 领导基本上不来俱乐部 戳空总一下 平时不老总 李耀明常务副总 平常日常事务 全归他管 常务副总 李耀明很聪明 有很多想法 他也喜欢体育 也热爱体育产业 那时候看了很多书 也看了很多录像带 想跟人家学习借鉴 第一个想法 当时看了洛杉矶湖人队的一些介绍 录像 又看着羡慕 湖人收探 表演 这么多球迷喜欢 在一座大城市里边 有这样一支球队 那么多人来追逐 我有多大的利益 有多大的信力 多好 想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湖人 高规格 是不是 湖人这票多贵啊 来看湖人的比赛 显得有身份 到季后赛 到总决赛 您坐的前面 好几千美元一张票 但是坐在那显得你有身份 大伙都抢票 我这上海背靠 也是大城市 上海国际都市 中国的经济中心 在这么大的城市 我们这球队成绩还可以 虽然没进四墙嘛 第五第六 能不能看我们这个队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 想得很好 上海要当中国的湖人 结果96到97赛季 上来打第一个CBS赛季 投一场主场比赛 就卖出九张票去 卖九张票 文化需要积淀 体育文化 人们的这种习惯 需要积淀 再有一个你这比赛的规格 影响力倒没到那份上 没到那份上 你光吆喝不成 我是中国的湖人 没人承认 卖出九张票去 头发都立下来了 没人看 这怎么办 赶紧组织送票 把它组织学生看 赶紧便宜点吧 十块钱一张 二十块钱一张 好点 李耀明还想在商业开发上 也有所成就 但是第一个 上海体育局 拿走了绝大多数的收入 上海并不是一支民营球队 在那个年代 民营球队也很少上海南栏 归上海体育局馆 收入体育都拿走 完了再给你分配 你挣多少钱 我都拿走 完了给你分配 这就是大锅饭 你就不让你自己有这开发意识 你开发的再好 我都拿走 完了我还是给你这点钱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说 中国蓝鞋 咱们钱文书讲了 签赞助合同 中国蓝鞋统一签 但是分给俱乐部的很少 比如说了 中国蓝鞋跟Nike 签了四年250万美元的一个合同 说实话每年才你算62.5万美元 这对签一个联赛的赞助来说 可以说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中国有这么大市场 这么多人看C别 这个单子签小了 中国蓝鞋跟Nike签的 Nike花这四年250万 让所有球队都穿他们的衣裳 他们的鞋 李耀明就觉得这个买的太便宜了 我这有12支球队 我要分开卖我挣多少钱 每支球队 依靠自己球队实力的不同 影响力的不同 所在城市 经济能力的不同 我去卖我赞助 我决定我穿什么品牌的衣服 买来都是我们的 你这一刀切 你卖的贵也成 卖的好 大伙分也成 卖的那么便宜 不合理 所以李耀明 汇集很多CV俱乐部 发动了一场反Nike的运动 反的很厉害 最后是迫使中国蓝鞋 同意每个球队 自己签球鞋合同 球衣 还是都穿Nike 但是球鞋 每个球队 你可以自个儿跳 李耀明也算是做了好事 为这些俱乐部 争夺了不少的利益 代表上海 所以来说 李耀明和Nike的关系 又不怎么样 第一个他反了Nike了 他当然他都反了Nike了 能好吗 他是牵头的 带头大哥 第二个不怎么样呢 李耀明不喜欢这谁呢 陆海瑞 咱们讲了陆海瑞 Terry路特里罗斯 中国通 美国人 你脑袋黄猫 蓝眼睛 很高的个 陆海瑞 中国通 见着谁 都是高谈阔论 勾肩搭背 陆海瑞自来手 在中国混的时间太长了 什么都会 自己还会泡这功夫茶 什么都成 一见着你就搂着你 见着谁都 很熟很客气 哎呀 你又来了 见着你就夸你 你是这个CBA最好的总经理 你是中国最好的篮球记者 你是最好的教练 见谁都夸 高谈阔论 搂着脖子 说实话 有点不拿领导当盘菜 这个习惯不一样 陆海瑞 中国通 可是对中国的很多领导 他的形式习惯 中国的官场文化 还是不了解 见领导 您不能这样 见领导 得毕恭毕敬 插手而立 李总 来了 吃了没 走好 你得折腾 不能来了 就搂着 来了 走吧 咱俩吃涮锅去 不合适 不拿领导当盘菜 这李耀明就不喜欢 陆海瑞 所以在98年的夏天 本身 Nike组织的训练营 就姚明头一回去美国 咱们上文书 说了 一开始 李耀明就不同意 不愿意让姚明去 不愿意让姚明去 Nike训练营 特别是 Nike还要求 俱乐部给姚明 掏两万美元的费用 就是整个去美国这一趟 两万美元 李耀明就不愿意掏 他不愿意掏 倒不是觉得训练营不好 也知道对姚明有好处 但是跟陆海瑞处的一般 不喜欢陆海瑞 又反了Nike了 现在你Nike的事 我不愿意撑 后来通过各方面做工作 跟老李这疏通 最后姚明还是去了 不但姚明去了 老李也去了 李姚明也去了 这一去姚明在场地里边练着 李姚明在场边就站着 看着 漫天的NBA的球探 大学教练 全来了 又能吸引这么多人 李耀明有点觉得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开了眼了 我知道我们对这小孩 有点前景 两米二个儿 还可以 但是有这么好吗 恨不得全美国的 这个好的大学的球探 全来看来了 有这么厉害吗 将来他真能去NBA 当一个明星吗 这我倒不知道 没想透啊 真是这样吗 站在场边看着 好多人过来 问 李姚明 因为姚明在上面打着 说有没有 国内人陪同 领导 这领导 李总 姚明所在俱乐部的李总 过来问 李总 姚明有没有可能出国 能不能上美国打球来 打大学 将来打NBA 我可告诉你 将来姚明要来了NBA 他能挣几千万美元的工资 嗯 呼 李姚明一听 后头牙都快咬碎了 恍然大悟 几千万 啊 姚明感情值这么多钱啊 啊 眼睛瞪着 跟灯泡似的 这么多钱 哦 头一回知道 还有一支NBA俱乐部 过来 跟李姚明说了 说姚明如果能来 我们对 我们愿意付给上海俱乐部 买一段费用 一百万美元 一百万美元 那在那时候来说 对一支俱乐部 那也是很多很多的钱 啊 哦 原来是这样 去美国这一趟 姚明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李姚明 明白事了 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 陆海瑞能够明显的感到李姚明的锋芒啊 俩人想办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什么呢 把姚明推向美国 推往NBA 但是谁推 大不一样 过程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Nike一直在忙这事 陆海瑞 咱们前文书说了 啊 他曾经帮助过王之志 希望把王之志给运作出去 现在在帮助姚明 Nike想做这事呢 是想能够尽量紧密的和姚明捆绑在一块 将来姚明能够和Nike签下一份长约 姚明去了美国之后 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建立了巨大的市场份额 这时候Nike 也可以打开在中国的销路 啊 那么陆海瑞这是在商言商 人家想的是很对 啊 李姚明 想的 也是这样啊 我通过俱乐部的手段 我如果能够把姚明给送出去 人家说了 愿意给上海队多少多少钱啊 姚明值多少多少钱 姚明能挣几千万美元 姚明挣的这些钱里边 有多少是应该给上海的呀 甭说 给这个体育局 那 就说给这俱乐部吧 得给多少啊 是我们把它培养出来的呀 是吧 应该我给推出去 你要推出去 我高不着了 俩人想的是同一件事 各怀新府市 尽在不言中 回到上海之后 李耀民啊 整理这个名片 好几百张名片 那好几幅扑克白吧 摆着 里边跳啊 一跳 或四个猫 什么四个猫啊 主教练 总经理 主管 这个球探部的主任 四个 最大四个猫 两副牌 四个猫 八个二 拿出来 是吧 副经理 助理教练 副主管 好赌 整理好 这么多人 这么多条路 我跟谁联系 怎么走 怎么样 我才能把姚明 给倒腾出去呢 怎么样 能够给上海俱乐部 创造更多的 商业收益呢 他倒没跟邱平商量 也没跟主教练商量 那边邱平还琢磨着 等姚明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上海围绕着姚明 好拿CBA冠军呢 你要明不想那 我在俱乐部得挣钱 商业运作 这也最重要 跟谁 也没说 自个儿琢磨 谁能当中间人呢 我认识这么多人 谁能真正向着我 都是想要姚明 但谁能向着我上海俱乐部 从我俱乐部的利益 去思考 去着想 上海队在这里边 到底能获得怎么样的权益 好 熬几宿晚上睡不着啊 辗转反侧 哪里好几把扑克牌 一张一张看 呵呵 打哪张合适 李耀明在酝酿一个宏大的计划 他开始了运作 这一切都是私下进行 没有人知道 在1999年的春天 4月30号 那天晚上大概是9点钟 姚明的父亲姚志源 母亲方凤蒂 吃完了晚饭 正在家里头看电视 忽然间接到了李耀明的电话 电话里头说 现在立刻打车到浦东金茂凯越大厦上海最高的大楼上来和我见面 姚明传有奖进达 第十回的答案是 1998年姚明前往NBA参加训练营第一次登陆美国的第一座城市是圣叠戈 圣叠戈 中奖名单每周二前公布在安踏安委会页面 姚明传有奖进达 第十一回的问题是 上海东方大鲨鱼南蓝的常务副总经理叫什么名字 常务副总经理叫什么名字 请网友至安踏安委会页面将打在屏幕下方发送答案 回答正确的网友 极有机会赢取安踏十五或红钻奖励 答案将在下一期节目中进行公布 请网友务必在答案公布前参与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动